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没有 理发师总是建议我剪一种发型 就是前面一个刘海 两边也剪短 修饰脸型 底层逻辑就是用我的头发 尽可能多地把我的脸盖住 我觉得她还可以再激进一点 给我剪成真子 我觉得真子可能也只是一个自卑的女生 就这么打扮是她的一种防御手段 用来安慰自己 别人见到我就跑 肯定不是因为我的长相 只是因为我的穿搭风格 从小就知道我长得挺普通的 因为我妈天天跟我说 女儿啊 你得好好学习 女人不能要一头没一头 我后来就只好考上了北大 我是考研进去的 复习期间我怕考不上丢人 就不敢告诉别人我考的是北大 我就只能说我考的是清华 但上北大也并没有改善我的处境 做一个长相普通的女生仍然非常难 就是你好像做什么都不对 你不打扮吧 人家说没有丑女人只有蓝女人 在这句话出现之前 我只是一个单纯的丑女人 你要做什么坏事 人家就说真是相由心生 你要与人为善吧 就会夸你 真是人不可貌相 我要说我觉得自己挺好看的 那你得有点自知之明 我要说我觉得自己不好看 那你得接纳自己 还有大家平时晒的图片 也都太好看了 什么时候能晒一些既彰显个性 又不涉及美丑的东西 比如指纹 因为容貌上的自卑 我放弃了很多事情 不要去面试 肯定选不上 不要联系它 肯定没结果 不要抢银行 会被监控拍到 我又不上镜 但长成我这样 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 我经常示弱 撒娇 未经允许就吃男生的冰激凌 但从来没有一个人 说我是绿茶 他就是馋了 上次我去美妆店 店员推荐护手霜 他说你知道吗 手真的很重要 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 我说谁能先救救 我的第一张脸 他说女人不能要一头没一头 世界对普通人来说 是很现实的 就是你必须具备功能 才有存在的价值 但美人只需要存在就可以了 你不会见到一个人说 这个花瓶保温吗 我知道美人和普通人 面对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 连死亡都无法消弭这种差距 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我国西部 出土了两具 三千八百年前的人类遗体 人们把她们命名为 楼兰美女和干尸二号 这事其实是我编的 但你们是不是觉得特别合理 就我觉得我们普通人 平时可能太低调了 就我们总是想 我这样的就不发自拍了吧 这就造成了幸存者偏差 使得网上都是美女的照片 让大家觉得美女才是正常的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 多在朋友圈 发一些原始的自拍 让美女无地自容 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起来 勇于展示自己 总有一天 人们都会关闭朋友圈的 谢谢大家 我是梦鸟 大家好 我是梦鸟 上节目还挺好的 上了节目还有广告拍 前两天有个广告找我 要派我举杠铃 我举了几下子 我说导演 不行了 我举不动了 不能再加片了 导演说 那你也不能只举个杆吧 路上也会被人认出来 前两天路上被人认出来了 有个哥们 说我特别喜欢你讲的那些 关于狗的端子 我是做兽医的 等我做大了 一定找你代言 我说哟 还遇到了养成系的客户 可以 开了 开了 然后加上微信一看 是做的殡葬业的兽医 怪不得你称叫一路风光 我甚至有了粉丝群 我爸也跟着粗热闹 说儿子 我能不能当你粉丝群的群主啊 这句话就透露出来 他在我的粉丝群里边 哇 这也太吓人了 我只能发动我的粉丝 帮我找爹 忙活了两个作型器 还剩下十几个显一爹 只能一个一个问 两修清风 两修清风 你是我爸爸吗 对方说 孟川你这也太充分了吧 我真的可以是吗 而且有的粉丝 你不帮忙就不帮忙就算了 偷偷把全名改成了 小孟川找爸爸 我现在还经常会 因为一些话被骂 我就感觉我明明没那个意思呀 就是一些人的过度解读 我感觉就像是 狗能听见人听不见的声音 而且我被骂了之后 我的粉丝就想骂回去 我又在群里劝他们 我说 为了我不值得 没想到他们还挺劝的 我挺喜欢追星的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 灌篮高手里的刘川峰 于是我就去跟我爸说 我说 爸 我想改名叫孟川疯了 我爸说 你好短短怎么就疯了 我没追星更严重 我给他的零花钱 他都花给他家哥哥了 这就是以哥养哥 我老问他 我说 你家哥哥也挣不老手了 啥时候往家里寄点钱呀 他买了好多他家哥哥的专辑 我说 哎 没想到啊 他一个爱豆还有那么多作品呢 他说 你怎么说话呢 我家哥哥好多作品 我家哥哥的颜值都是作品 我说 你家哥哥的颜值 不是整容大夫的作品吗 你也太想说了 你太要顶了 然后我就被请出了房间 看出来了 明显的哥不如哥哥 而且我妹就整天 拿着他的哥哥跟我说 说 看看 看看 这才叫男人 你不行 过了两天会拿水 说 看看 看看 你家哥哥他逢了 我妹生气地说 你们男人都不行 我现在就坐在家里 刷着刷着微博 我就会经常感叹 啊 我们男人又要不行了 真是 哪天男人又行了 家机无望高乃翁 我妹还找不说 喜欢他就当我交执商税了 我说 妹啊 执商税这个词不准确 你能看上他 就说明你这执商 应该还没有到起正点 我觉得真的好多粉丝 就是有立场没是非 我问我妹妹 我说 你为什么那么讨厌 某某某啊 她说 因为她是我哥哥的对家 我说 这还有对家呢 这是打麻将吗 那她们俩谁要胡了呀 她们追星是震动感情 哥哥PK对家输了 粉丝群群主 让每个人发自己哭了的小视频 我就看见我妹妹 对着手就哇哇地哭 我就觉得不是哥哥输了 是哥哥走了 我还劝我妹 想给你哥花点钱就花点吧 张茂深的感情 是得随个份子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认识一个人 叫一路风光 我觉得我妹那张脸 现在就是娱乐圈的情侣表 看她的脸就知道 她最近又有哥哥塌房了 我就说 你家那么多哥哥塌房了 她们的拆迁款下来了吗 能在咱家寄点钱了吗 我妹妹就哭哭啼啼的说 哥别闹我难受 我真的不想追星了 我不想再看见她们了 我说想见也不好见了 说不定就判个武器呢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去年上了节目以后 我们俩也接了一些大伙 有一个跑车品牌 都找我们去店里做演出 让我们两个明显 没有摸过跑车的人 跟一群开着跑车来的人 说跑车有多好 但那天我们也觉得 其实我们俩真的买得起一辆跑车 也会很尴尬 因为一辆跑车 如果是一个男人站在旁边 你会觉得她买得起这辆车 如果是一个女人站在旁边 你会觉得 她男朋友买得起这辆车 但如果你仔细看 女人是我们俩 你会觉得 她们在卖这辆车 你们看我们的服装 现在我们上节目 他们都让我们一个人穿裙子 一个人穿裤子 她还好不是一红一蓝的 不然也太像公厕门上 两个小人了 其实我一直很羡慕 厕所上的那个男小人 因为你们看大街上 那些安全标志上的小人 全都是男小人 什么红绿灯 小心地滑 禁止随地大小便 还有安全出口 就感觉男人可以一直犯错 犯了错 还有专用的安全出口 而女小人只会出现在两个地方 要么在女厕所门口站着 要么在公交车上怀孕 然后男小人探险完回家 看到女小人怀孕 安全出口 不过我最羡慕男人的是 他们可以不做家务 我爸就从来不做家务 从来不洗碗 他还会找很多借口 什么手扭伤了 手拿着遥控器呢 手还背在身子后面呢 而且真的让我爸洗碗 他也会洗不干净 有时候我就会想 男人是真的都不会打扫吗 但我看法治新闻里的那些男人 把犯罪现场打扫得很干净呢 感觉好像做家务只是女人的事情 连家政工这个工种都叫阿姨 之前看到有个男的去当家政工 居然就上了新闻 而且新闻居然叫他男阿姨 男阿姨真的特别伟大 因为他没法像别人一样跟老婆吵架 他不能回家以后跟老婆说 要不是我辛辛苦苦地在外面 拖地 你怎么能在家里舒舒服服地 拖地呢 有些男人就喜欢幻想一个 默默为他付出的女人 比如我有一个前男友 她说她想要的家是她的港湾 她一回到家就有好吃的好喝的 她就只要躺着 我觉得她想回的不是家 是她妈妈的肚子 那种好日子一个人一辈子 只能过十个月 出生以后就过不了了 因为她要做个人呢 做家务真的都是女人的事情 连扫地机器人的声音 也全都是女声 一开机就是 开机开始清扫 感觉如果设置成男生 他就只会说 行 我一会儿扫 然后就一动不动地卡在沙发上了 感觉男的当机器人就可以是变形金刚 女的当机器人就是扫地机器人 感觉变形金刚要结婚 只能找一个扫地机器人 这是秦天柱和他老婆 秦托地 秦托地问秦天柱 今天是我们的纪念日 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吗 那今天我自己打扫自己的犯罪现场吧 秦托地说 你扫啊 嗯 行 我一会儿扫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霍兰 听点有文化的特效 我从来都没觉得我有文化 至少是进脱口圈这个圈之前 我没觉得我有文化 今天我想聊消费 真的 讲一个真事 我的朋友王建国 王建国 不爱车 不爱表 甚至不爱消费 最近上网被卖菜刀的盯上了 喜欢上了买菜刀跟磨菜刀 他前两天跟我说 他说 后来我昨天磨了一宿的菜刀 后来发现磨反了 我说你是磨成贱了吗 他说 哎呀 我就是喜欢磨 我说是磨得磨得磨磨像薄阳嘛 实话实说 我还不如他呢 我自己最近爱上了买NBA球星卡 就是 你不理解是吧 很简单 就是一个纸片上面画着人 我周围朋友也不懂 你们可能想不到 最贵的那种卡片 一张签名的卡片 好几百万美元 但我买的都贼便宜 其实我不懂 为啥一个签名能卖这么贵 二手网站上面有卖我签名照的 三十七块七 从五十块钱降下来的 五十块钱我还收藏了一些 然后呢 二手网站动不动 星辰中给我发那个链接 你关注的宝贝又降价了 球星卡 不是球星卡 对吧 那是青春 很简单 钻石 钻石为什么呢 那么贵 它是爱情 钻石象征爱情已经很荒谬了 现在不提品牌名字 现在有的品牌 打的广告是一生只能买一次 买这个钻石需要登记身份证 我开始不知道 我说登记身份证 这是怕我沉迷吗 不管怎么说 消费主义 你该买还得买 这个对男士说 你该买还得买 你不能跟女朋友说 哎呀 我跟你讲 那个钻石跟煤 本质上都是碳 女朋友说 那你跟王毅博还都是人呢 其实一样商家 其实就是把一块钱的商品 赋予两块钱的意义 然后三块钱卖给你 我们脱口秀也不是吗 我们不值钱 但是快乐很贵啊 所以票就很贵嘛 所以现在有观众 抢不到票 就会说那种非常伤人的话 忽然两年前 在上海两块三毛三 随便看 我是说了脱口秀之后 很久才接受了 看我需要花钱的这件事 我直接摆领 程序员你随便看 再上一次看我需要花钱 还是我满月的时候 从我们现在掏出钱 方法太多了 那商家无所不用其极 我前段时间去了一个书店 书店现在都已经开始出书的盲盒了 那一刻我都已经惊了 真的我惊了 我说知识能这么学吗 学啥知识看命啊 命运改变知识啊 我现在就是不敢好任何的东西 爱好太费钱了 很简单 就是你当你清楚了一个东西 好坏之后 你就总想整点那个好的 什么摄影穷三代为啥 就是一起出去摄影 人家掏出个胆反 咔咔咔在那拍 你拿出个手机在那 它不像话 我之前看过潜水 我想潜水好玩的时候 让我玩潜水 我看了一些潜水装备的价格 我觉得人类就应该生活在陆地上 后来都说还有更可怕 都说现在有潜水摄影 我说这得穷多少代 有爱好不可怕的吧 可怕的是喜欢坚持 因为贵在坚持 我带着我兄弟 王建国的遗志 我自己 我最近这一年 其实我特别喜欢看直播买东西 我在抵抗了一阵子消费主义之后 我也拖墙 打不过就加入 我看李佳琪 我之前看说姐妹们 她说姐妹们 我感觉就是 她是不是歧视我 但后来一看东西这么便宜 我觉得她可能也不是故意的 现在她在说 姐妹们 我说我在呢 我觉得 现在直播真的就是经济学奇迹 你知道吗 就是很难看到这个东西 就是顾客和商家都觉得自己赚了 就不对啊 有赚有亏啊 你们怎么说 那谁亏了呢 突然没看直播的那些人亏了 我自己想想我跟消费主义的关系 很简单 八个字 深受其害 但乐在其中 没法劝大家买还是不买 理性 理性就好 谢谢大家 我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